哈喽大家好,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呢,爱做好事的我又上线了 再次为大家奉上两款 免费的好用的VPN 它的速度我十次了一下 随随便便的话呢 可以去到几万开 那最重要的是免费啊 对我们日常一些上网的需求 完全可以满足 好的,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那今天要介绍的两款呢 就是放在桌面上的 那我们呢 就把它先安装到我们的手机上 直接拖入我的手机 继续安装就可以了 这边一个风险提示 我们不管它,继续安装 我们点允许 然后点继续安装 输入密码继续安装就行了 好的 第一款安装完成 就是这一款 我们把第二款也拖进来进行一个安装 好的 安装好以后的话呢 就是这两款了啊 我们随便打开一款 多等片刻 第一次打开的话呢 它会做一些这个数据的导入方面的东西啊 这边我们给它取消掉 不升级 好 这个界面也是相当的简洁 非常的简洁 这边是一个主界面 就是一个开关按钮 下面是一个节点的信息 我们打开这个节点信息看一下啊 这边是会员服务啊 会员服务 那么它有三个节点 下边呢是免费的服务 免费的服务呢 大家看到啊 前面是这一个节点国家的名称 后面呢是它的一个 节点的延迟 那这个-1ms的这一个呢 就是当前没有连接信号的 那这一边 那绿色的这个就是它的延迟信息 这个是2000多 德国的 这个是美国2000多 这个德国2000多 那我们随便选一个 大比方选这一个啊 选USA的 我们点这个地方来连接一下 那这边想用一个连接 我们确定 那这边也是给它取消一下 好的 稍等片刻啊 第一次连接也是一样的 速度可能有点慢 好的 经过7721秒的这个缓冲啊 现在是已经连接了 呃 这个地方连接的 这里显示是加拿大 这是IP地址啊 这里连接 点击测试连接 我们测试一下看看 好的 连接成功啊 原时920小毫秒 那我们现在来打开这个浏览器 啊 我们打开这个YouTube 打开一个视频 我们测试一下看看 好的 我们跳过广告 啊 现在是开始播放了啊 我们看看它的播放的一个情况 啊 目前是1080 我们看看它的一个速度 目前的速度是8875啊 8000多K 也就是每秒8兆 我们尝试把它的一个清晰度给它调高一点 调到U440再看一下 来目前是去到13000多的一个速度 我们尝试给它弄到4K看看啊 这个稍作缓冲呢也是可以的 目前稳定的13000 12000的一个速度 那么这个接触速度呢 我们随便看看视频呢 这个上场网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好的 我们给它暂停一下 我们给它关掉一下 这个其它这里还有一个设置界面啊 其实也是普通的一些这个设置方式 分应用代理啊 本地的DNS啊 那包括这个取用速度的显示啊 来自这个局域网其他设备的一个连接啊 等等等等啊 包括这个SOC是跟这个HTTP的一个接口 它这边都有 可以自行去设置试用啊 好的 我们把这一款关掉 我们现在打开第二款 打开以后的话呢 这个什么新生机什么 我们把它关掉 它的界面也是非常的简洁啊 这个下面呢 是它的一个节点信息 我们打开看一下 那它目前的话呢 只有这个美国节点啊 那这一边是它的延迟速度 都在200多秒 都在200多秒 那我们随便打开一个看一下啊 打比方这一个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看一下 在连接当中啊 第一次连接的速度可能慢一点 好的 这边显示连接成功 然后这边一个进度条 好 编度条跑完以后呢 这边就可以是已经连接了啊 大家看到有上传下载的速度都是有的了 好的 我们再回到主页 打开我们的游链器 我们 这个地方给它刷新一下 好的 开始播放啊 我们看看它播放的一个情况啊 目前是1080的 我们看看它的速度 现在是 9000多开啊 9000多开 缺了1万多 我们把它这个 先速度给它调高一点啊 调到2开看看 稍微缓冲一下 也是没问题的啊 目前缺了1万3 1万4的一个速度 缺了1万6 我们把它调到最高 看看4K能不能带的动啊 4K也是稍作缓冲啊 现在缺到1万7 1万6的一个速度 这个速度看4K也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现在缺到1万8 我们给它尝试快进一下 好的稍作缓冲的话呢 也是没问题 现在稳定的1万4 现在还是稳定的1万7 1万8啊 都是可以的 假设你的速度好呢 这个 上2万也是没问题的 啊好的 今天的视频呢就介绍到这里啊 今天介绍的这两款呢 其实都很好用啊 操作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也不要导 也不用导入节点啊 或者设置节点什么东西的 直接选择连接就可以用了啊 非常的方便 好的感谢观看 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